让人又哭又笑又生气的综艺 在线爱人 第三季回归 并放出了先导片 傅首尔和丈夫老刘 也因此登上热搜 毕竟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傅首尔的家庭生活还是蛮幸福的 怎么也没想到一转眼 就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看完先导片以后 刀姐倒是有些明白傅首尔 魏石魔会来了 与前两季的阵容相比 这一季嘉宾的咖位 可以说是断崖式下跌 张朔和王睡睡 广告制片X美妆博主 机幻博X王施晴 演员X模特 不是完全的素人 但知名度跟素人也差不多 虽然 再见爱人的主旨 是讨论两性婚姻关系 咖位并不是重要的 但嘉宾太胡 恐怕也很难引起观众的兴趣 把第一波热度带起来 所以傅首尔的参与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这一点 从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度也能看出来 虽然来了三对嘉宾 但大部分网友在谈论的 都是傅首尔和老刘 抛开咖位不谈 这一季的三对嘉宾夫妻 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傅首尔和老刘结婚14年 从双方的表述来看 两人的性格互补 日常生活有默契 老刘虽然不善表达自己的感情 但也不乏小浪漫 一切的变化是从傅首尔成名开始的 傅首尔成名之后 工作节奏加快 自然无暇照顾家庭 老刘则自然而然地成为家庭主夫 这让他感觉到自己不纳膜被需要了 或者说 价值感变低了 节目组问老刘 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 他给现在的婚姻状况打几分 老刘的回答是五分 老刘这样描述自己 在举加班到上海之后的生活 没有社交 每天的生活就是送儿子上学 吃午饭 午休 接孩子回家 如此往复回圈 这样的生活状态 让他变得越来越封闭 老刘并不满意 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 因此提出了离婚 夫妻两人都希望通过参加节目 对婚姻进行一次梳理 看看还有没有继续的必要 张硕和王睡睡是校园恋情 从校园走向婚纱 按理说是很浪漫的 但十年之后 两人之间只剩下一地鸡毛 张硕认为 家务都应该女人来做 王睡睡认为 如果张硕这样想 那么他需要的可能不是妻子 而是保姆 其实 与其说王睡睡不能接受做家务 还不如说 他很难接受张硕当初追求他的时候 瓶盖都不让他拧 现在却要求他做家务 这种落差实在是太大了 除此之外 张硕经常喝酒到断片 沉迷游戏 也让王睡睡难以接受 感觉两个人越来越过不到一块去 甚至是三观不合 张硕则觉得王睡睡的嘴太毒 沟通时经常采用语言暴力 因此 他表示 在前几季的嘉宾里最能共情宋宁峰 从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走到 是有关系 这样的一对 估计是会让观众高血压的存在吧 不过 和第三对季幻博和王施晴比起来 张王这一对看起来比较鸡毛蒜皮 季幻博和王施晴算是 忘年恋 男的比女的大了九岁 女方认识男方的时候才二十岁 对于这个大前辈 他是崇拜的 所以自然言听计从 当他渐渐长大 有了自己的主见 才发现 对方其实是个 控制狂 不管实模式 王施晴都不能有自己的意见 一切以他的标准为标准 尤其是在穿搭上 但凡 他觉得不满意 哪怕女方已经出门 他还是会叫人 把他认为合适的鞋子送到工作场地 如果仅仅是控制 可能还没有那么令人窒息 季幻博的问题在于 他还在不停地扑傲王施晴 王施晴说 自己的包跟腰带挺搭的 季幻博会说 你经过什么实践 经过什么研究 觉得他搭 他认为妻子在工作上没有天分 不够专业 干涉妻子的穿搭 是因为他土 这些在旁观者听来 都直呼过分的话 到了他的口中 就变成了 我想让他变得更好 观众纷纷表示 不用参加节目了 直接分吧 也不能怪观众劝分 这样的关系真的令人窒息 从先倒片来看 这三段婚姻里的丈夫 都各有各的问题 老刘对于自己的状态很不满意 但很多女性观众难以共情 因为大部分家庭主妇 过住的也是这样的日子 为食魔女人这样生活 就是理所应当 而男人就不可以呢 张硕 婚前婚后变化大 喝酒打游戏 吃饭的时候 宁可堆住电脑 都不愿意跟老婆说话 她嫌弃王睡睡 说话嘴巴毒 但她这样又何尝 不是一种冷暴力 激幻博就更不用说了 控制狂家扑啊 爹位十足 走到哪里 都是人人喊打的程度 不过 一段婚姻走到要离婚的境地 绝对不可能只是一方的问题 或许随住节目的深入 观众会看到 这三段婚姻的更多切面吧 但看完先导片 刀姐对于这一季的选人 着实有点不满意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演的痕迹太浓了 傅首尔和老刘真的想离婚吗 还是来一边旅行 一边赚通告费 即便是先导片 也看得出来 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 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的结果 肯定还是一起过下去 张硕和王睡睡 是三对中看住最不自然的 由于女方是网红 很难不让人觉得 这就是来刷脸的 毕竟上一季 宋宁峰和张婉婷 在节目里吵声吵死 但转头 就和和美美的合体带货了 而且 最搞笑的是 张硕和王睡睡 只是办了婚礼 连证都没领 那他们上什么 再见爱人 啊 去金牌调解 和爱情保卫战 不就完了吗 季幻博和王施晴也一样 他们认识12年 婚龄却只有两年 孙怡评价王睡睡的话 也是和王施晴 十年都看不出 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吗 如果真的接受不了 大概率早就分手了 有什么必要走进婚姻呢 而且 女方的描述 也有很多矛盾之处 她一边说自己 被逼得有出门恐慌症 一边又热衷于 跟朋友的聚会 这合理吗 在《线爱人》录到第三季 居然一对真离婚的夫妻都没有了 甚至还出现了一对正都没领的 假夫妻 多少是有点令人失望的 不过 如果把节目当作一部沉浸式婚恋剧的话 还是可以一看的 毕竟 哪怕是半真半假的故事里 也可以呈现出婚姻中 真实存在的种种问题 他们解题的方式 对于那些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人来说 还是可以有所启发的 何况 真人秀是秀这件事 大家早就心知肚明 也可以接受了吧 在《见爱人3》 官宣阵容时 大家看到 有傅首尔跟其丈夫老刘 大家都觉得很纳闷 认为是不是节目组找不到嘉宾了 随便找傅首尔来烂鱼充数 可当看了先导片后 才真正意识到 原来傅首尔女强男弱的婚姻 确实遭遇了危机 傅首尔跟老刘结婚14年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 他们的爱情变成了亲情 到如今差距越来越大 连嫁都吵不起来 实在受不了的丈夫 老刘率先突出了离婚 想让两个人都冷静一下 在《再见爱人3》 正式录制之前 导演按照惯例 会询问每个人对婚姻的看法 让大家对自己的婚姻现状打分 满分十分 老刘却给自己的婚姻打了五分 傅首尔也是第一次知道 丈夫有离开他的想法 所以很震惊 他觉得这里两年两人之间 没有特别多的矛盾 没有因为什么事情吵得争执不休 他认为二人的婚姻肯定能处到老 问题就是越来越不像夫妻 关于魏石魔非要提出离婚 老刘也说出了四点原因 其中第一点就是从合肥搬到上海之后 他的生活就像是陷入了回圈一样 每天就是接送孩子 没有自己的社交 人也越来越封闭 第二点就是傅首尔一直专注事业 步伐越来越快 两人见面时间少 第三则是女强男弱的婚姻 让老刘变得自卑 对自己很不满 否定现在的生活 第四就是无法同步到生活节奏 让老刘意识到这不是一个良性健康的婚姻状态 必须有个人要站出来 终结这个婚姻 老刘提到的这四个原因引起了孙姨的共情 孙姨表示这就是大部分婚姻的现状 只是在傅首尔跟老刘的婚姻中正好反过来了 看到孙姨如此共情 大家不难联想到她跟董子健的婚姻 或许他们二人结婚之后 孙姨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全职太太的生活 她意识到正魔作不对后 才会拼了命想要付出 哪怕得不到董子健以及婆家的支持 也没有改变搞事业的决心 正因为她当初的坚持 事业才迎来了第二春 以至于她跟董子健离婚之后 生活也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网友们听完了老刘自述 跟傅首尔婚姻的问题后 纷纷表示 谁当全职主妇都这样 封闭在莫完没了的家务里 一眼看到了头 不管老刘是什么想法和目的 但通过此事也能让大家意识到 在婚姻中广大男同胞 要对全职太太有共情心 懂得全职太太的不容易 学会理解他们 这样的婚姻才能更长久 不愿的 不愿 Stars 在美国大男传失 未经论